今天 篮网队在布鲁克林的训练中心 介绍了六名最新加入球队的球员 其中再次回到纽约的华裔球星林书豪最为引人注目 林书豪身穿黑色休闲衬衫 与其他五名新队友畅谈下赛季的展望 林书豪曾经发迹于纽约尼克斯队 五年后以年薪过千万的身价 投身纽约另一支球队布鲁克林篮网 身份也从替补球员变成了先发主力 我是一个企业 刚刚到纽约的时候 我就是fighting for my job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不一样 我现在是这个领导 我现在是这个先发球员 然后我先到纽约的时候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再纽约 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cut我 所以对 一定是有一个不同的feeling 即将身批七号战袍 成为新球队下赛季的先发五虎之一 林书豪与他的新家庭相处 也很融洽 然后他们对我非常好 然后教人要非常empower我 每天跟他讲话 开会 看这个film 就是这些东西都会帮助我表现得比较好 来到纽约 林书豪的发型也变了 他表示以后可能会再变 就是好玩 就是我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发型 我想试试看 可是明年我会一直换 像去年 22岁进入NBA的林书豪 在2012年的纽约尼克斯队一名惊人 一度被媒体称为林来风 随后转会火箭 胡人和黄蜂队亦有出色的表现 但经常是替补出场 上赛季 篮网队的战绩排在全联盟倒数第二 他们希望林书豪的加盟能带来好成绩 新唐人记者韩瑞 松生化 纽约报道